替侯市长感到很委屈 是不是请他们这些同仁 要恶补一下两岸的一些尝试 我们是参加纯学术的活动 完全跟台办办的什么活动 接着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没有见到任何台办的人士 所以我在呼吁 我们自己人不要再打自己人 不要打民众党之后 打马总统今天又想来打我 我想我们是相忍为党 我们也不会再说什么 但是这是一个乌龙爆料 我郑重的请媒体帮我澄清 我们是参加一个国际知名的 重要的一个论坛 而且我带着两个校长 跟九位国内知名学者 这个大家都可以去问他们 我们没有见任何中央台办的人 这个是非常可笑的逻辑 那请问那你夏利益副主席 去大陆回来说 他讲的话你是不是说都是大陆支持的 那这个有什么道理可言 那我们两岸交流这么多 他们回来之后讲的任何话都是大陆支持的 那我们有没有主体性啊 我觉得这个是绿营才会有的逻辑吧 我是希望我们来赢自己人 不要陷入这种很可笑的逻辑 而且全民调是国民党行之有年的一个方式 当然现在我们尊重他们几位在上面的协商啊 但是我我会喊这个呼吁哦 我是非常担心我们国民党的立委的选举结果 我也很担心我们国民党总统的选举结果 这个跟大陆有任何关系 我认识非常可笑 那我还是呼吁哦 这个乌龙爆料 这个我今天郑重澄清之后 能够大家能够有所这个了解 第二个就是说我也希望哦 这个如果有一些侯办的同等不够了解 希望他们能够去恶补一下两岸的知识 所以执行长现在是觉得就是侯办 是因为你讲的这个全民调 所以故意要这样塞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看到镜中官报导说 侯办人是说 好我们听到呢这是马办的这个幕僚啊 萧续成今天来驳斥呢 到底是不是马英九成为见证人 是受到中共来指使呢 他说这是恶意的抹红 驳斥了这个传言